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秘密调查的消息 已经被国际多家媒体报道 而中共喉舌媒体在24号 决审了周永康上个月的讲话 把他在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上 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和胡锦涛的内容 再一次刊登出来 似乎希望阻止有关周永康受到薄熙来事件牵连 4月24号 中共媒体人民日报长篇刊登周永康3月26号 在政法委书记首席培训班上的讲话 文中要求各级政法单位拥护党中央 贯彻执行总书记胡锦涛的政策 中共公布薄熙来被立案调查后 海外原有江系背景的几家中文媒体 突然爆出大量涉及周永康谋反 暗杀 杀妻 贪腐 荒淫等等内容 随后大陆民众不断发出法办周永康 取缔政法委呼声 你想薄熙来这次这个问题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 把这个问题扯开了 撕破了 他包不住了 那否则他也会 你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哪怕你周永康 你薄熙来 你有这个 所谓这个 要夺权的这个嫌疑 那么他们也是 留声色 然后把你 把你这个 排出去 拨得到你的实权 但是他的对外就不声张 因为一声张就 就家丑外扬了嘛 而日本独卖新闻4月23号也在报道中说 从多名中共内部关系人士传出的消息 确认中纪委已经对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展开调查 明镜新闻网曾在上个星期援引北京政治圈人士的话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两天的秘密扩大会议 决定对周永康展开立案调查 延期召开中共十八大 胡平表示 如果推迟开会 说明中共内部出了大问题 十八大问题就很简单嘛 你大家知道共产党开党代会 就跟党代会和人代会是一样 都像这图章嘛 都会事先就把剧本写好了 大家都排练过了 一切都没问题了 才敢上场的 你现在成这个样子 那他们就很担心了 那剧本都没有 那开会怎么开呢 新唐电视唐瑞 葛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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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 确认 转发 打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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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